無尊不排斥女兒進演藝圈 想到假如真的這一天到了 自己會很難過 哦哦 場將退後浪的這一天 真的來了 旁邊的楊梅無尊先生 發獎 欸 蠻帥的 他大概是我近半年來 看過最帥的男生嘛 他在講的時候我都想進去 進去 哦 這麼無尊別哭 你人氣還是很高的 昨天不就逍遙到北京 出席男裝品牌開幕剪載嗎 快到六一二十五年 會送什麼禮物嗎 送什麼禮物給奶奶哦 呃 我常常都在送禮物給她 我覺得最棒的禮物就是 多一點時間陪她 只是 話題都圍繞在你的女兒奶奶 幫你統計一下 自從你的奶奶參加爸爸回來了 走到哪 話題都是女兒 差不多 差不多全國都沒 我都過過頭 放小孩洗澡啊 他會問我媽媽在哪裡 我就說我媽媽已經在Haven 對 然後他就會說 假如有一天你要去Haven的時候 我會飛上去抓你的腳 不要讓你飛上去 奶奶不光率這麼高 乾脆讓她進入演藝圈好啦 她喔 她什麼都想啊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她 書要讀完嘛 因為我覺得 讀書很重要 然後 假如她的性格是 適合進入演藝圈的 那我覺得假如她想的話 也不會排斥啊 蘋果人安壞 滴滴表示 爸爸偏西發導 開飯囉 我是邵敏 每週四中午十二點半 在蘋果live 由飯局小姐陪你共度美好的 午餐時光